天空一号的发射也是引发了外媒的热议和议测 一些外媒甚至认为说中国的太空计划是要成为世界战略强国 在天空一号发射之际 美国一边大力鼓吹中国太空威胁论 一边在加速太空战武器的研制 暗中布局未来的太空争霸战 据香港文汇报今天的消息 在天空一号发射完成后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一行 原计划下月访问美国载人航天发射场 但这个计划迫于美国会议员的阻挠不得不取消 此前美方曾主动联系中方要求展开航天合作 在2009年和2011年 中方曾批准了美国两个航天代表团参观过九泉发射中心 这个美国人看在眼里 他就觉得他的独霸的这个太空这个技术的优势 那受到这个中国的一些挑战 所以就是他们认为这方面应该更进决 向中国展露他这个太空相关的这个技术设施等等